大家好,这里是温哥华青少年钢琴家俱乐部的弹琴访游节目 我是俱乐部的学习部长Ray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北卡的著名钢琴老师Florence Cole老师 柯老师有得到Stanway Hall of Fame还有Stanway Top Educator的奖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问问你,柯老师,你是怎么得到Stanway Hall of Fame的称号 这春老师怎么说,这个奖是美国跟加拿大总共43位老师得到 所以一个只有不到一个 那么我到颁奖年龄的时候就是刚好遇到很多 很多我所知道他们各个都很有名的一些老师过去 都是从一个全美国协会当行大赛 这些老师都是各个地方的冠军代表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这个Hope Fame名人榜的这个选拔呢 他们是从也要看这些老师 因为支持Stanway的Piano的老师大部分都是 因为在美国,美国国宝钢琴 但是他们挑选这些老师就是说 从这些大赛看这些老师可不可以训练到这些大比赛得奖 在各个地方各个州 那么有这些冠军老师在各个地方代表出来 柯老师您在选取指导学生参加比赛或奖 都有特别的方法能分享一下吗 选取的内容很多老师会问我 不管在中国的或是在美国的 他们常会问我说一些选取的一些技巧什么的 但是我这很难回答 就是说大部分我怎么回答呢 就第一个你要read这些student 你要read people 比如说每个学生的肌肉的功能会不一样 有些的话他的骨骼上面会很firm 有些在手腕上面他的乐器会非常flexible 那么从这么挑 如果是他是很力度很firm的 那么我会 我一般就帮他们写贝多分 如果是他们 有些孩子有特色就是说他们的一些音乐心很强 他们的一些音乐上柔软度 phrasing可以做得很流畅的话 音乐表达很自然 那这些我会把他们做很多范围的选择 比如说小邦的夜许或什么的 所以要看每个孩子的特色 那么选取方面我还要看这些比赛的一些time limit 时间限定 比如说25分钟20分钟的作品的话 比如说选美国的音乐比赛MTNA比赛 在一套的曲目里面你要如何做一个平衡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我甚至看到曲目的一定 我可以知道说这个孩子有没有机会得名 就看他的曲目 一个平衡感跟他的作品的一些对比性 我认为有些老师会 不是说学生弹得不好 事实上那些孩子弹得非常好 但是他们会败在作品的一些比例 有些老师会把重点就放在两个作品 25分钟里面就放两个作品讲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显现出演奏学生的特色 这有一个 variety 然后不同派别 那么这派别里面你要去先分析自己的学生特色在哪里 他的弱点在哪里 他的肌肉的骨骼风格功能在哪里 那么我们再从这里面来挑 所以这要很多很多 第一个你要知道有很多曲目量 我所知道曲目量可能有很多 那么我在从学生的这个特色上面 我来帮他们做一些修学 听说柯老师有很多学生去民校 可以分享一下钢琴师儿如何帮助进这些大学吗 嗯 第一个我不会让学生认为说 学钢琴只为为进民校 但是如果说学十多年的话 为了这个来申请民校 我觉得也是很可以的 呀也是无可厚非 如果说你有一级资厂的话 为什么不用你特殊的一级资厂来申请大学呢 对不对 因为大学的话你要准备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条件 那么你的音乐就是一个特殊才能 那么申请做了很多很多大的学校呢 好的大学 他们要准备十分钟的一个recording 那从这方面我要帮学生 选他们的作品录音 这些作品很重要 比如说 当然不要只有一首 或是两首以内十分钟 当然你可以从里面卡掉 那选一个精彩的部分 然后风格的话 如何可以显现你这篇作品的难度 这个都很重要 我一般挑的作品不会是说 比如说放空的作品 或什么 比如说什么 慢版的Bug Bug作品 我觉得这可能就不适合 因为大学部的话 看不到你的所的technic 所以你要挑的作品的话 一定要有某方面的技术才能 某方面的难度才可以 因为只是两首 它必须从十分钟看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recommendation form 因为大学方面他们都可以知道 像我学生每年固定都有上一些大学 他们要从recommendation form 他们知道这个老师怎么样 他平常的全美国的比赛成绩怎么样 那么当然说这个对我是蛮好的一个优势 那么再从里面写这个学生 我一些学生呢 考大学的recommendation form 跟考一般的音乐院 事实上 这完全写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音乐院的话 他还是注重你奥地区 那么写的recommendation form 就是一个加分在侧面 但是大学的话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他在艺术方面的才能 你不能只是写他的音乐多好 你要写 还要加入这个孩子一些 一些本身的问题 那么这个孩子比如说他跟我十年 他的特色是什么 他的学籍方面有哪方面挫折 他如何克服什么的 一些story我都把它写下来 大学方面有些他们跟我联系 他们看得很感动 所以我也很很欺慰他们 对我的一些肯定 感谢可老师给我们分享 还有聊这些 你有什么建议给温哥华的青春吗 温哥华青春我 我接触好几个 从夏令营 费城国际音乐节 还有比赛 还有在各方面的音乐节 我接触一些 那么 我觉得整个training都很好 特别我在 社交媒体之前 我早就听过小老师的大名 当然还有你的 那么从YouTube上面看到一些 我觉得这些training的基础 因为基础都很重要 我觉得这边training都非常好 而且大家都非常投入 所以我觉得 我有些学生从温哥华搬到 往哪边跟我学习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音乐上面的资讯 还有一些发挥 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体性的 训练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很幸运有这些学生 感谢可老师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业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